好 換代打 神主排第二章打出來 林安可 戰場的打結區 現在讓全場的獅迷鼓噪 歡呼起來 這確實是個換代打的時機 原本今天的陳聰宇其實他是2-2 但是這個時候是不是要直接進行投手的更換 6分的差距 這一棒打成在左半邊的飛球 好 見耶 神長安打 分數要回來 現在1分回來沒有問題 第二分 擋在3的這邊 安可 敲出籃打 而且自己也攻陣到了得點權 但你這應該要換代跑了 截止二雷安打 現在帶有一分的打臉同時 在GAME3 現在來到6區的下方要開始集體直追 多少比分的差距來到5分差 這個火燒起來 哇 安可這個時候忍痛代打 敲出了一個左半邊的二雷安打 1分的打臉 打下同時仗比賽的第一分 哇 他應該自己也會非常的振奮喔 頂著一個腳傷還是努力的衝上二雷 這邊馬上來進行代跑 這個打型的第9球 扁花球被陳聰扛到了中左半邊 落地形成安打 現在陳聰宇趕緊的到位把球給攔下來 也讓陳聰必須要停在一壘 沒錯 9顆球 急出安打 這對樂天是最有力的結果 比較有風險的 所以同一來講 哇 這可能打到了 打低了小在右半邊 如果在界內的話 有可能就要掉分了 現在梁家榮繼續往3壘來做推進 邱志仁加強要趕緊的回傳 這次梁家榮已經過3壘 要準備回來搶分 轉傳過來 結果是來不及 六局上半 六劍步 一棒幫助了樂天頒平的戰局 話還沒講完他就打出去了 這個是比較有風險的 確實 另外一個高中畢業就加入職棒的好手 廖建復 今年真的成長變成了樂天的支柱 沒錯 打擊的重心維持得非常的好 這是樂天在選秀厲害的地方 我覺得他們選才選得很好 進來當然養成也養得很好 所以他們在中心打線這一塊的 這個新陳代學還是做得相當不錯的 站領過後面對陳俊秀的打擊 在中間方向穿越 所以現在廖建墓繞過三壘要準備回來 攻下樂天的超前分 這一線的寬球來不及有點現在漏掉的關係 讓陳俊秀有機會再多往前進 這個回傳恐怕是讓師隊損失更大了 反而是師隊在守備方面有一些 這個沒有做好的地方 陳俊秀的穿越安打帶有一分打點 是 送回廖建復 但差別比較大的是在打著自己 都靠著對方在回傳球的失誤 往前等於是多跑了兩個壘包 哇 這個球有一點升卡球了 到最後當然是林戴安 因為升卡球的關係 他下層也會有速度 是 這個有機會 最後看一下落點 在牆外沒錯 但是是戒內才戒外 這是一把solo shot 直接一棒幫助師隊 先打下一分 非常靠近標竿的一個飛球 但是應該是比出了戒內球的手勢了 這是一把全力打 最直接的得分手段 蘇智傑炸裂是對英零領先 這個全力打就是有這種優勢 而且那個球是打到最近的地方 全力打搶過去一點點 剛剛好過牆 剛剛好在標竿裡面 對 我們透過慢路都來確認一下 對 蘇智傑要外野方向的深遠飛橋 確實應該就剛剛好從標竿裡面轉出去 最近的 這個很會選 這是我的 BG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